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 一片云彩 1931年11月19日 为了去给红颜知己林辉英在北京的演讲捧场 囊中羞涩的徐志摩搭上了一趟免费的邮政货机 没想到天起了大雾 飞机在途中坠毁 一代大才子 34岁的徐志摩就像诗中描写的一样 轻轻的走了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在徐志摩短暂的人生中 似乎只有两个字 诗和爱 两者皆可用惊世骇俗来形容 他也因此被冠以才子和渣男的名号 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是他一生文学成就的灵感源泉 也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 他是反传统体制 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他也是最早对列宁和苏联邪恶共产主义公开发出警报的人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徐志摩的故事 张又怡的家世也算得上是显客了 父亲是上海宝山县的巨父 大哥张军丽是著名的哲学家 政界风云人物 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的起草人之一 被称为是民国宪法之父 二哥张家敖曾经任中央银行的总裁 铁道部长 张家兄弟姐妹十二人 她是家里第一个没有过小脚的女孩 十二岁的时候入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她知书达理 大器端庄 秀外惠中 她和徐志摩的婚姻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徐志摩自认为她自己是像火一样追求灵魂伴侣的人 她身为富商的后代 衣着烤鸠 总是私质的长袍 外加香油宝石 或者玉制纽扣的短卦 佩戴着金边眼镜 意表人才 因为是父亲的安排 她只是瞄了眼张又怡的照片 就断定她是一个乡下的土包子 就再也不想去了解她 1951年16岁的张又怡 加入了徐家 她恪守父道 孝敬公婆 深得徐家人的喜欢 但是徐志摩就是看不上她 宣称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子 以为是自己读书少 才得不到丈夫的认可 张又怡就在家里请了老师 教授英文 地理 中文和历史 但是 徐志摩认定她不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张又怡在《小脚与西装书》中说 我可以读书求学 想办法变成保学之士 可是我没有办法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 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 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文 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 情况总是 你懂什么 你能说什么 1918年 张又怡为徐家生下了一个儿子 自认为完成了传宗接待任务的徐志摩 迫不及待地抛下妻子赴美留学 对徐志摩而言 张又怡代表的是她所厌恶的传统守旧包办婚姻 接受她就意味着接受旧式的婚姻 接受家庭的安排 1920年 徐志摩去英国攻读经济学 在那里 她遇到了一生中第一个亲暮的女子 林徽英 林徽英是当时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明的女儿 有民国才女之称 林长明和徐志摩是固有 1920年 林长明携爱女赴英国伦敦考察 徐志摩去林长明的住处找她 恰好林长明有事外出 给她开门的正是林徽英 就像那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英散发着清新脱俗的气质 交谈中 徐志摩强烈地感到 这正是自己喜欢的女子 1921年 正当徐志摩向林徽英展开追求之际 张又怡奉公婆之命来到了英国陪伴丈夫读书 她万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丈夫的冷眼相待 很快 张又怡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怀着一丝期待与喜悦告诉丈夫这个消息的时候 徐志摩却说要跟她离婚 还让她打掉孩子 她感到很委屈 说流产风险很大 徐志摩却冷漠地说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 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一天 徐志摩戴着一位身着西装 缠着小脚的女子到家里做客 并且故意问张又怡对女子的看法 张又怡回答说 小脚与西装不搭 她立刻叫道 我就知道 所以我才想离婚 更让张又怡心如刀割的是 见她不同意离婚 徐志摩干脆就抛下她 一走了之了 张又怡在英国语言不通 环境不熟 也没有生活来源 无奈之下呢 她只好给在法国留学的二哥 和在德国留学的七弟写信求助 在他们的帮助下 她先去了法国 然后又去了德国 并于1912年顺利的生下了次子彼得 这时候 徐志摩来信书面提出离婚要求 被张德体无完肤的张又怡答应了她的离婚要求 在好友金月灵的见证下 签署了离婚协议 青年聚少离多的婚姻 就这样结束了 1922年11月 徐志摩在中国一份报纸上 刊登了《徐志摩张又怡离婚通告》震惊了社会 也挑战了当时中国传统保守的婚姻官 开了离婚先例 现代中国离婚泛滥的现象 是不是也要算在徐志摩身上一份责任呢 徐志摩的次子彼得出生以后 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 母亲也因为忙于学业而疏于对她照顾 她在三岁的时候死于父母岩 这样看来 称徐志摩为渣男并不为过 倒是徐家老两口在他们离婚以后 宣告中断对徐志摩的经济援助 并且收张又怡为义女 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留给了她和孙子 婚姻破裂痛是爱子的张又怡 过去是处处希望博取丈夫的欢心 那现在呢 她终于开始真正的思考人生 为自己而活了 在德国张又怡努力的学习德语 克服语言障碍 学习幼儿教育 完成少年时的梦想 回国以后 张又怡又办起了云商服装公司 把她打造成了上海首屈一指的女士服装公司 当年徐志摩嘴里的土包子 开始引领上海以及整个中国的时尚潮流 后来张又怡又担任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裁 最可贵的呀 是她依旧效养徐父徐母 多次协助徐家的家务 处理徐志摩的后事 甚至还接济徐志摩后来的妻子 陆小曼 多年以后 她功成名就 提起这场离婚的时候 她淡然一笑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 若不是离婚 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 也没有办法成长 梁诗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 这样评价张又怡 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 她尽了她的责任 对丈夫的责任 对夫家的责任 对儿子的责任 凡是尽了责任的人 都值得令人尊重 1949年张又怡去了香港 1953年53岁的张又怡 结束了漂泊的人生 找到了一个港官 和医生苏继之 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 两个年过半百历尽沧桑的人 和美平静地携手白头 1988年张又怡 在美国纽约去世 享受88岁 在与张又怡的离婚通告中 徐志摩写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 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其实那个时候呀 她正展开对林辉英的追求 可是林辉英正在和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成恋爱 多次拒绝了她 而且林辉英是理性的 虽然作为懵懂少女的她 对徐志摩有仰慕和好感 也和徐志摩互通书信 但一来呢 徐志摩已经有家世 再来她清楚 徐志摩爱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她 而是她想象中的女神 林辉英说 徐志摩要真的跟我结婚 她会看到我的缺点的 在徐志摩与张又怡离婚以后 林辉英也和梁思成公开了恋人关系 但是徐志摩仍然书信不断 对林辉英切而不舍的追求 在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的时候 徐志摩还刻意跟林辉英一同接待 甚至搬出泰戈尔为她说情 但是林辉英最终仍然坚定不移的回绝了徐志摩 选择了梁思成 两人结为夫妻后 浪迹西北大漠又到欧美考察 写成了中国第一本 用西方建筑学方法考证的中国建筑史 后来 徐志摩在和朋友的一场聚会中 见到了漂亮时尚的陆小曼 她是朋友王庚的妻子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陆小曼的父亲曾经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 她本人是北大的高材生 精通英文 法文 德文 绘画 戏曲等等 她生性洒脱 容貌出众 她的丈夫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他们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 结婚以后 陆小曼觉得丈夫木讷 不爱应酬 两人个性和生活方式上南辕北辙 在这一点上 他和徐志摩同病相连 有时候王庚忙于公事 没有办法陪伴陆小曼的时候 就会请好友徐志摩来陪伴照顾妻子 这样两人一来二去竟互生爱意 最后 陆小曼和王庚离婚 跟徐志摩结婚了 两人的婚姻备受非议 连证婚人梁启超都是这样说的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 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力 不足取法 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 你这个人性情浮躁 以致学无所成 做学问不成 做人更是失败 你离婚再去 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 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 我希望从今以后 你能恪守复道 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 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 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 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形式的准则 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 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 以为高兴可以结婚 不高兴可以离婚 让父母汗言 让朋友不齿 让社会看笑话 这番话说得徐志摩陆小曼 无地自容 徐志摩小生要求梁启超 说 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 给学生一点面子吧 梁启超这才住口 最后补充了一句 总之 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 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我说完了 或许梁启超的话里还有对徐志摩 纠缠他儿媳妇林徽英的不满 但也包含着他对两人的苦口婆心 陆小曼是徐志摩许多诗歌的灵感来源 但是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 以及徐家对于陆小曼的不喜欢 使得他们经常为小事争吵不休 陆小曼 交拥 贪玩 睡觉睡到午后才起床 晚上则是多半跳舞 打牌 听戏 在烟榻上流连 他的挥霍五度 令徐志摩的工资入不敷出 只好同时在几所学校任教 空闲时就赶写诗文赚取稿费 以满足妻子的各种应酬和需求 1930年的秋天 徐志摩索性辞去了教师职务 接受胡适的邀请 转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 北上之前 他极力要求陆小曼跟他一起去 但是却遭到陆小曼的拒绝 最后只好只身赴北平 开始了分居两地的生活 1931年11月17日 徐志摩风尘仆仆的从北京回到上海 想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 却看到妻子正慵懒地躺在烟榻上 吸食鸦片 两人不可避免地大吵一架 陆小曼顺手将烟枪扔过去 砸碎了徐志摩的眼镜 徐志摩当即拎起箱子就走了 这场争吵让陆小曼在今年后依然悔恨不已 徐志摩去世以后 陆小曼彻头彻尾的变了一个人 不仅脱掉划伤 余生以束缚行事 也不再出去交际 每天都要对着徐志摩的遗像 为他献花 此外他甚至借鸦片并作画 只为成为徐志摩生前曾经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1965年62岁的陆小曼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回头看看徐志摩和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或许正如张又怡在面对张帮梅的反复追问时所说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 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问题很迷惑 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 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 我一定是爱他的 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 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 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 那我大概爱他吧 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 说不定我最爱他 在我看来 张又怡不只是最爱徐志摩的 也是最适合他的人 可惜呢 他被一个新潮的观念蒙蔽 就此错过了 1926年 时至列宁死后两年整 陈毅撰文纪念列宁 表示对列宁的仰慕和赞颂 陈毅将文稿寄给陈报复刊 而这个陈报复刊的编辑呢 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将文章看出来 同时在一篇题为《谈革命》的回应文章中 直言列宁是一个造警剧编口号的圣手 并称作者陈毅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 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诗人徐志摩 是如何对列宁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如此客观深刻的认知的呢 徐志摩的眼光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启迪分不开 说来 徐志摩对婚姻的态度或许也和罗素有关 罗素他也是因为用情不专而离婚 罗素曾经随英国工党专程赴十月政变以后的苏俄考察 对苏共的真相有着清醒的认识 回国以后写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一文 正在英国的徐志摩仔细研读了罗素的文章 更重要的是 1925年的3月 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的时候 还专程娶到苏联 对许多人赞美的苏联共产党的统治进行考察 他接触到了苏联各阶层人士 还专门拜法了托尔斯泰的女儿 透过眼花缭乱的表象 他看到了苏共的本质 他在欧游漫路中这样描述苏共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 是可以实现的 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 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还说事情终究好办 话不圆也得说它圆的来 方的就把四个脚剪了去就圆了 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脚就是你剪的 只以为圆来就圆的 那我懂得 比如说到了有一天 有人拿一把火种 一把快刀交在你手里 叫你到你自己村庄 你的家族里去 建房子放火 建人动刀 你做不做 莫斯科似乎做定了命运的代理人 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 多翻一阵血浪 他们便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进一步 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 这并不被谬 十分合理 可惜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徐志摩发出的声音太过孤独 微弱 知识界对徐志摩在《晨报复刊》上的文章 没有出现应有的反应 他的欧游慢路也没能够产生警示的影响 共产红货最终蔓延中国 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历史的那一刻 有人曾经这样提醒过 好 对于徐志摩这个人 你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